在台湾各个角落有许多新革命正在发生 像是靠一个人的力量 尝试翻转一整个产业的正位主角 沈洪志 在顾商云宁斗南开了一间加工厂 前后花了一亿元 甚至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抵押进去 花这么多钱 他要盖的是一间符合国际标准的豆包厂 翻转传统黑黑旧旧制成不透明的影响 在市场进口占比超过99%之下 沈洪志他想要更多国产黄豆 但这得仰赖他亲自跑农村 说服农民轮种黄豆 他不但用比外界更好的保证价格来弃作 多包厂更像是一张保证书一样 向农民展现他的决心 收成不怕找不到通路与销售管道 这价格也就有保障了 沈洪志几乎是梭哈人生 在做国产黄豆大梦的 因为当一辈子农夫的爸爸 临终前这样告诉沈洪志 如果能力可以 一定要照顾农民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不想跟着爸爸务农 选择投资餐厅 很快赚到第一桶金 但他一时走错路 沉迷赌博事业 一个晚上可以输掉三千万 父亲用一辈子务农 攒来的地替他还债 那个时候他羞愧到 不敢回老家 生怕让家族抬不起头 父亲三年前过世了 他始终没有忘记爸爸的托付 来看看这位中年大叔的小小歌迷 早上不到八点 沈家的豆豹工厂已经飘出 阵阵豆香味 每个进到工厂的人 都得经过这扇门的洗礼 沈洪志迫不及待带着镜头开箱 他一手打造的产线 当初会用这一套空气下去 蒸煮的那个吹泡泡的原理 是因为很像洗棉在洗三温暖 豆子也可以洗三温暖 把洗三温暖得到的灵感 找厂商实践出来 沈洪志要翻转传统多包厂 那种黑黑旧旧 不透明的刻板印象 这是去年的二级租稣国山两岛 高雄选10号 这个品质你看看 浸水起来这样 大家还要好漂亮 大家帮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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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们合作社销售的加工的豆豹数量 它用7比3 课程7比3 7个人是来购买国产的 三个才选择加拿大的 今天应该可以吧 他甚至是在进行一场 没有人做过的实验 推广国产黄豆所做的豆制品 但成本几乎是加拿大进口的五倍 而且台湾黄豆自己率 连一%都不到 当一个老板 以为只在工厂走动就好 但沈洪志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是在这里 从爸爸那代就种饲料玉米的农民 现在改为一年两期都种黄豆 收成全部供给沈洪志 我们之前在种黄豆的时候 都是产销出问题 只有销售的问题是 没办法解决的嘛 就是刚好主席他去说 他是教工厂 我才会说 可以考虑看看了 有加工厂直接来找我们弃作的 主席跟我们收购的价钱是35块 外面我有问到的 有收购28 22都有 先盖好加工厂再找农民弃作 这像是一张保证书 眼见微凭 对方才愿意撩漏去 也会怕 像之前 之前几年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黄豆瓣自小一年了 开工厂后甚至会没拿到钱了 你没拿到钱了 变成说你满的都是身份了 就算天災 达外的品质可能会比较不好 养葛鱼可以经过加工这个东西 同样有个肚子好好的收购 有个一辈子务农的爸爸 让沈宏之很知道农民在想什么 从小在云林陡南长大 小时候都在田里帮忙 暑假没有时间休息 让他国中毕业就吓得当农业逃兵 到餐厅跟着师傅学手艺 退伍后投资餐厅 很快的就累积到第一桶金 但心被养大了 他想赚更多的钱 沈宏之一度不敢回老家 生怕让家族抬不起头 父亲反过来安慰他 谁没有走错路 退台台跟我讲说 你要好好做 以前走错路没有关系 至少我现在在村庄里面 我抬得起头 一得一失之间 真的要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四个字 比多有钱多有用 当他有能力后 心中始终记得 对父亲有过承诺 年近半百金银 梭哈人生推广国产黄豆 他用合作社的概念 让农民的收成 不会驾崩 不会没有通路 还找农改厂博士上课 轮作黄豆 还能够提高土地效益 你每一年 水稻都种一二七座 都是种水稻 你整个土壤的环境 都已经呈现酸性 我就鼓励农民说 我们今年来政客也要 以你们来做榜样 做给周遭 我们困民观共同点的农民 大家来看 整个收成管理 还有效益 会不会比二七座更好 但是推动农业革命 靠一个人的力量 谈何容易 光盖好这间工厂 沈洪志就砸了一亿 连身家都压了进去 我跟太太想说 可能要动到 不动产跟房子 我太太想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样超过张初 你跟我讲的 我们连最后的都拿出来 这样对吗 所以我都说他骗我 他骗我 他让我负债这么多 晚上会睡不着觉 包括我们的那个场面 你看得到的 我们都是满汉 其实满汉跟 连水控你知道吗 差一百多万 我们想了两个礼拜 所以钱就是这样 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累加上去的 虽然夫妻难免有争执 但林春莹每天一大早 就在豆包厂里忙进忙出 连假日也都没休息 烦恼是难免的 但最挺沈洪志的 还是家人 像现在这样的状态 旁边还有一点 没有黏起来 这样就是不太够 大概在等20秒左右 才会可以 女儿沈芳如原本打算 去年大学毕业后 先去打工旅游 但碰上疫情 加上人手不足 她从早开始跑产线 晚上还要兼行销 以为在老爸的工厂上班 很轻松吗 每天没有9点钟 她下不了班 出社会前没有这么累过 然后我就最 然后做这个开始 瘦了8公斤 真的假的 太累了 我觉得最真诚的是 我每次回到 得到客户的回馈 说豆包很好吃 然后很新鲜 很卫生很干净 就觉得 好甘愿 我为了这个 我可以在明天再洗床工作 沈家人几乎所有时间 都耗在这里 传统产业找不到人 就算砸了大钱盖好工厂 产能也只能开一半 沈洪志其实还有另一家 环保回收公司 经营很稳定 足够做到他退休 毅然决然转行的动力 还因为他 第一道豆浆 是要度到7度左右 对 也就是最能的部分 一个父亲对小孩的爱 也是沈洪志 另一个坚持的理由 我儿子他有先天性的 听力障碍 环保清除业 是危险的行业 毕竟开大货车 每天在高速公路 来不来北往 或者是在工地 有时候危险性 潜在危险性很高 我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如果能够为他们 找到下一步人生的路 他们改天成家立业 至少要服一口饭吃 是很简单的事 走在一条成果未知的路上 沈洪志自属为阿甘 从一颗小小黄豆 出发的革命 也许时间很长 但路不会白走 点滴都是甘醇